按部就班 第一個就是 我希望能夠做一個下拉清單 上面就是請選擇影片 下拉清單 等於是說 因為表單 如果你只是單單文字欄位 其實說真的 文字欄位太單調了 所以大部分都會做下拉清單 可是問題是下拉清單 你要怎麼建立 裡面怎麼放資料 最後一樣有個送出 一個Button 外面一樣也是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話 就是送出的時候 要丟給哪一支程式 幫你去接收 我名稱叫Youtube 接收到之後要做什麼 把你丟過來的東西 我再把它跟Youtube上面的播放 比如說這個播放 你怎麼知道它怎麼播放 基本上它這邊有個分享 我剛剛講過 這邊有一個 這個 embed 裡面有這一串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 牽入 裡面放一個 i-frame 就是框框框 放影片進去的意思 所以我基本上 demo一下 假設我今天要看第三段影片 按送出 它就自動怎麼樣 丟到一個 特別注意 我這邊會有一個view 名稱叫Youtube 問號後面的話 給一個參數叫list 等於 就是這一串 那這一串實際上就是 我從那個 我下拉清單裡面 下拉清單有兩個 一個是前面看到的 跟後面傳的 是不同 OK 那我們分別來看 第一個請各位 如果你要建那個list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是在 這邊 OK 那怎麼建 我在底下 也許我再弄一個 Enter一下 那這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 我 在這邊 如果要插入一個清單的話 一 請你選擇 在Dreamweaver裡面的表單 表單裡面呢 你找一下 它的位置大概中間一點吧 大概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第九個這個 它會有一個什麼 選舉清單 那我如果要把它變成清單 就點它一下 接下來呢 他問你說你這個ID叫什麼 那我這個ID 假如我叫list 這個名稱 自己取的 你可以叫其他名稱 OK 按個確定 list 那這裡面的話 他問你說要不要新增 標籤 那我這邊選 4好了 我選 4好了 OK 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幫我怎麼樣 一樣包在一個縫裡面 OK 然後裡面的話 就是會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那個list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 list 這問題裡面現在是空的怎麼辦 一請你選取它 二的話呢 清單值 那分別怎麼樣 填上去 那我填的方法是 就是 先到那個 你找一個影片 那影片呢 如果你不知道找什麼 你就找我們上禮拜的好了 第一個 把它的這個影片名稱複製 第二的話呢 就是 在這邊呢 新增一個 或者這邊直接點兩下 顯示的放前面 將來要傳到那個什麼呢 傳到後面 比如丟出去 可以傳給後面的程式去接的話 那就是把什麼 特別注意喔 把它的這個 當然你如果整個路 整個上面的網址貼上太長了 我的習慣是抓最重要的 前面這些都一樣 只有到哪裡呢 到它的編號 它的編號一定是等於 這個watch 執行view view的參數 等於什麼 這一串 那記得喔 到end停下來 因為end後面是 去抓到它的播放清單 不過 v喔 你說什麼 v 理論上 因為它這個命名名稱 反正它應該 他們自己商量好就好了 OK 那v 也許叫video還是什麼 video的名稱 叫做這個名稱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也就將來 我只要傳這個過去就可以 所以我就把這個複製 然後貼上去 貼到直裡面 Ctrl V貼上 然後呢 再下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如果你要第四個的話 那你做完之後啦 就會長得像這樣 就是 清單值 一個 兩個 三個 大概我做三個就好了 太多個直接 混花時間的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階段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們就會有個slate 到slate結束 那我把這個怎麼樣 複製之後的話 接下來貼到哪裡 那也許 其實我剛剛的改法 因為有些東西 前面都做過一樣的 所以我就把什麼呢 把那個像bmi這個 大部分還是拿來改 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把它複製一下 Copy 然後呢 template裡面把它貼上 那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叫什麼 YouTube Phone好了 也許就是 反正YouTube 字不要打錯 剛剛我 也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字打錯了 找半天 不過已經有一個 我先叫Phone 2 OK 那我改哪些地方呢 包含第一個 把這個YouTube 2打開 這個可以關掉 YouTube 2 這個Phone 大概就是 請輸入什麼 影片名稱之類的 應該是請選取才對 影片 請選取影片 特別注意呢 再來的話 他選了 接下來呢 用get方式 丟給一個 叫YouTube的一個 因為我要他去接嘛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接 接的那個 也許我還沒寫 不過我先叫YouTube好了 的View 丟給那個YouTube的View 那個View要接到 接到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 底下身高跟體重 我不是要身高 我是要一個清單 所以請你把 剛剛的清單 貼上 有沒有 從那個DreamView裡面的 List Name 到結束的 Slade 把它複製 有沒有 再來怎麼樣 貼上去就可以 按鈕留下 因為以後一定要有個按鈕 送出 這個就貼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有個Option value 就是這樣要傳的 表面上看到的 好 這樣的話 我的這個 第一個View就做出來了 做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我要怎麼樣 讓它可以 被執行嘛 所以被執行的話呢 前面講過 你必須要有個View有沒有 View裡面就是 假設我在View裡面 增加一個Diff 就是自訂函數喔 把它叫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用它去幫我把它叫出來 所以那個網頁呢 就秀出來了 好 秀出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當然喔 我們還要再做第二個 就是YouTube的那個View 那YouTube的View 都會注意喔 就是你要去接收它 怎麼接收 其實非常簡單喔 這個YouTube的這個View裡面 接收 那因為我要 當它送出的時候 有沒有 會用get 所以我一樣用get接嘛 那get接的話 裡面呢 會有一個slash name 叫lis 所以我要去接到這裡面的值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就是在view裡面呢 我先把get到的東西 先放在一個變數叫lis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一串 底下這一串最重要 就是我要怎麼讓它播放 特別注意喔 播放先雙引號 播放那一段喔 其實就是從哪裡呢 從這邊有一個分享 inbed有沒有 這一串 那你會發現喔 這一串喔 只有這個編號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將來就是把get到的那個 放到裡面就好啦 那做法特別重要 一我講過 你這一串裡面有很多雙引號對不對 那雙引號很麻煩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它貼到記事本裡面 做一個什麼動作呢 取代 把雙引號改成前面加一個 跳脫字緣的符號 OK 全部取代 好 第一步嘛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這個東西 將來把它用那個 抓過來那個lis 換掉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把這邊喔 一樣喔 應該看懂我在做什麼啦 我盡量把那個動作做得很簡單 應該夠簡單了 網路上我想看完別的影片之後 看我的突然感覺相對簡單太多了 好 再來的話呢 把那個 程式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一串裡面 S喔 所以呢 我抓到的那個 它要播哪一個影片放在list 並且呢 把這個 剛剛這一串 貼到這個字串裡面 並且置換最重要的 這個 那要怎麼置換 把它放進來 我習慣是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加加 移到中間 把那個list打上去 應該看懂意思吧 本來是一個連續字串嘛 切開來嘛 所以 這個的頭在前面 這個尾在後面 串中間 那這樣以後喔 就它選什麼 會丟一個value 丟那個value過來 那我就再去把它顯示出來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view裡面喔 就是把那個網頁叫出來 然後接收到的東西 response出去就ok了 所以這兩段喔 最後當然我需要什麼 再到url裡面 建那個我對應的網址 那個網頁 也來叫出來 然後將來要能夠接也要一個網頁 所以這兩段有沒有 ok 應該懂那意思啦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其他應該就不用做了 就直接怎麼樣 就是切過來 然後 先輸入那個youtube ok 然後裡面的話 下拉清單 然後如果要看第一個 送出 有沒有 傳遞list 這個list 指的就是後面這一些東西 它就自動幫我把影片叫出來 就這樣而已啦 應該不複雜吧 應該看懂那個意思 ok 所以接下來 請試試看 畫面先畫眼給我一下 看都很簡單啦 做一遍就知道會不會 可是這裡 必須要把所有動作都做到100分 它才會聽得話 不然的話 插一個步驟 就不行 但我會把那個 我剛剛的程式碼放雲端喔 你們自己再到那個 3-1的最下面自己去找找看 我剛剛做的動作 也會把它貼到雲端上 所以你實在做錯沒關係 自己喔 再參考一下 我建議這都熟了 以後你期末作業就會很精彩 如果這些你都會的話 弄一弄一弄 怎麼樣都有一個簡單的 至少數位播放平台 你至少只是加一個會員 那你再加一個會員登錄嗎 誰可以登錄 然後呢 再加上他可以繳多少錢 看多少小時 計時一下 時間到 就提出去了 OK 再繳錢 對 那不就有個商業模式 可以經營 所以他們其實是不是 他不是找YouTube 他是找電話 要付費的 那他占不進去 類似啦 不過就是說 盡量也不要讓人家知道 你的串流放哪裡 他也許後面他也是放 不過YouTube缺點是 上面會看到是YouTube 對 對 所以他應該是找一個 我想他們可能是串流 他可能是找一個付費的 然後就串流 所以知道大概流程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把這個商業模式 包裝的 讓人家覺得 看不到 然後呢 收這個錢 他也覺得合理 那這種商業模式 就是對的啦 OK 他也不可能自己 架在自己的社會上面 不能這樣看 也是有可能啊 反正就是 所以 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要把那個問題解決之後 那 對啊 所以你就要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外包 然後 過 有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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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